天市国际劳动节 祝所有劳动节日快乐 所以下午在安徽同城 有月老师 有月老师 戴假发套半老14年 担任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15年的李子萌 为何如今仍然单身呢 父母可以说为他的婚事简直操碎了心 他的闺蜜更是给他大面积征婚 是他的择偶标准太高吗 还是这么些年口误被扣光了所有积蓄 不敢紧婚了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风格八点半 今天和大家聊一下央视美女主持人李子萌的则有标准 到底高不高这个话题 希望大家在评论区讨论留言 谢谢 提起李子萌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在新闻联播都能看到过他 他不但端庄大气 口齿清洗 而且非常非常平静人 但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小口误 其中最著名的口误 就是当五一劳动节那个时候的一个报道 李子萌将劳动节念成了劳动节 劳动节祝所有劳动节日快 因此好多网友都亲切称呼李子萌为劳动节 而李子萌那个搭档康辉也获得劳动歌的称号 人无完人即无主持 这是非常正常也非常进气气的 而在一次节目当中 倪平老师也曾经调侃过李子萌这个主持 念错一个字就被罚款200块钱 扣200 错一个字扣200 你想啊 这李子萌上完联播上晚间新闻天天播天天播 而李子萌那天天播呀 上班那不成了贷款上班了吗 即使这个玩笑也能体现出大家对这位端庄大气的美女主持人的一种喜欢 虽然呢李子萌是感觉大大咧咧这个活泼可爱 但是对待工作确实是非常认真的 她的连续六分钟夹击稿 不出任何错误就登上了热搜 而关于她假发这个事情呢 是源于啊 她妈妈的爱 开始这个时候 这个李子萌都是从自己真实的头发出镜啊 没戴假发 后来呢 在观众的反应说 李子萌和这个康辉坐在一起 显得太年轻了 不够稳重 这件事情呢 她母亲知道以后 马上就给她邮寄了一个假发 让李子萌赶紧戴上啊 这才有了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联博的形象 这也能体现出她母亲对她的一种爱 可以说如今呢 李子萌现在已经44岁了 仍然单身 你说作为父母呢 谁能不着急上回 因为父母啊 一点点变老 这作为家长的朋友都能体会到 但是人海茫茫 想找到一个契合的伴侣是非常难的 优秀的人找伴儿更难来 所以说嘛 闺蜜呀朋友啥也都纷纷上阵 给她要物色好的人选 那么李子萌的则有标准是不是太高了 甚至有人呢 又给李子萌的一个外号叫光棍女王的一个称号 这么优秀的一位美女主持人是不是太挑剔了 偶尔遇到一个男生恐怕都被吓好了 那么我们侧面了解一下 她朋友给她这个李子萌争婚的条件啥 其实就简简单单几个字不矫情不傻 而李子萌也自己说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也没那么具体话 在她看来两个人呢 只要三观和 能一起好好消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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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过日子 这就好了 其实这么看 李子萌这个择偶标准不高 对吧 但是就是没有遇到那个对点人 那么通过我的刚才的描述 是不是更喜欢这位央视的美女主持人呢 节目最后也祝愿她呀 早日找到她那个另一半 那么大家是不是也是像我一样 非常喜欢央视美女主持人李子萌 请大家在下方点赞 关注评论 好 今天方告8点半 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